各位佛光人 各位山之士 各位我们香港佛光山道场的功德主护法居士们 大家吉祥 在农历七月份 我们香港佛光山的道场 讲堂都不断的释放余血缘口 礼拜慈悲道场 良皇宝餐 让大家有机会来参与 当然在COVID-19的期间 很多是在线上 网络参与的 我们只要诚心诚意 一样是可以得到功德的 过去也有一位女生 她父母 父亲身体不好 但是她知道要去拜佛时间很长 庙离开很远 她就托人带了一些供品到那个庙 并且请她跟佛菩萨说 她应该要照顾生病的爸爸 不得亲身去 那这样子这个功德呢 她就在自己家里 这样子好像也是三步一拜 三步一拜的这样的方式 在朝着那个庙的地方来拜 那么后来呢 听说那个庙 那个地方常常出现 有一个姑娘啊 这个周边呢都放官 在这里礼佛拜佛 这原来呢 就是这个穷苦的人家 这个女孩子啊 她就是很诚心诚意 所以在家里头 这样子遥望着寺庙啊 对着佛祖 诚心诚意的这样子礼拜啊 祈求佛祖菩萨 保佑她的父亲啊 这个身体健康啊 结果真的她父亲呢 身体呢 恢复到健康了 所以我们呢 大家 中南呢 是在线上 网路上呢 一起参加 但是一样呢 能够得到 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 只要是有诚心 诸佛菩萨就会有感应的 好 那前面呢 在灵魂宝灿里头 这个十卷四十章品呢 也归于三宝第一 段仪第二 忏悔第三 那我现在呢 要来讲呢 花菩提心第四 花菩提心可以说是 这是学佛呢 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菩提心呢 就像布种 我们呢 知道 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 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呢 都有这个佛性 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佛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这个佛性是什么 佛性呢 就是成佛的体性 佛性呢 就是提成佛的可能性 所以呢 成佛的体性 就好像呢 金矿 银矿 如果呢 经过呢 这个仪念以后 金矿 仪念出纯金 银矿呢 提念呢 出纯银 然后可以做装饰品 家具等等啊 那么所以呢 我们人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佛的体性 只要我们照佛的开示的这个方法 来一步一步的精进的修行 将来呢 一定有成佛的可能 那么所谓的成佛的可能性呢 就是说 虽然人人有佛性 但是呢 有些人可以成佛 有些人是不可能成佛 比如说呢 出生在巴难之家 出生在巴难的情况 或者在佛前 佛出现在人间之前 或者佛入面之以后 或者说呢 或者说呢 在三恶道 第一恶鬼出生 或者说呢 这个身体呢 有一些欠缺 眼盲 耳聋 哑巴 等等 或者智商 所以说智障啊 或者说呢 出生在不同信仰的家庭里头 那这样子呢 大概就没有机会学佛了 没有机会学佛 当然呢 虽然有佛性 也不可能成佛了 那我们呢 有缘遇到佛 人生难得今以得 佛法难闻今以闻 可是呢 听闻佛法 还是有不同的等级 有的听闻佛法以后呢 就欢喜信仰 依照奉行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有可能成佛 有的呢 这个学佛 他呢 就是随习啦 随习啦 就要请他说呢 来龟三宝啦 哎呀 一年还没到啦 慢一点啦 再鼓励他 说五戒 哎呀我现在做生意啊 做事业不方便啦 这个不能 那个不行啦 那种种的理由啦 所以呢这些啊 就是说呢 虽然有学佛 还是分等级 有的信心坚定 有的呢 就是呢 跟随的大家拜就拜啦 这样子信心不是很坚定的 那也没有机会成佛啦 所以呢佛性是成佛的体性 人量可以成佛是确定的 但是呢佛性是成佛的可能性 有可能成佛 如果呢要信心不坚固 那也不可能成佛啊 那所以呢 这个要佛性呢 有佛性呢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花菩提心 菩提心呢 就好像说田里头 我们有一片很好回沃的土地 如果我们不下种子的话呢 怎么样子也没有办法收成 所以呢 有回沃的土地 我们呢 就要除草 把这些土壤呢 弄松 然后呢 布种 这样子呢 慢慢的就长大 开发结果啦 就有所收成 那所以我们呢 虽然说人里有佛性 人里能成佛 因为这个佛性呢 是有 要如何开发 那就是呢 发这个菩提心 那这个菩提心一发呢 那么这样子呢 这个菩提树啊 就慢慢增长 慢慢增长了 所以呢 一定要先发菩提心 学菩萨道 有三项得目 一定要能够懂 第一个就是大悲心 第二个是菩提心 第三个是空性慧 我们要知道 菩提心是要向求佛道 下化众生 这种呢 求佛道度众生的心意 就是菩提心 而菩提心是要有因缘 才能够发起的 什么因缘呢 就是看到众生受苦受难 想要帮忙他 这种心呢 这种心呢 是慈悲心 所以呢 所以呢 有的慈悲心的升起 激发这个慈悲心的话呢 那众生呢 根性很多 可以说呢 有的是顽强的 有的是温和的 有的是聪明的 有智慧的 有的是愚痴的 根性很多 那你要能够啊 学习种种的法门 法门无量 事愿学 那这样子呢 你就能够啊 要想学种种法门 来度不同根性的众生 所以说呢 这个慈悲心的激发以后啊 就想要求佛道 因此呢 菩提心的因缘 是大悲心 好 我们看看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呢 他当时七大多太子 看到呢 这个人间啊 农民耕田啊 晒太阳啊 多么辛苦啊 汗流夹背啊 那些牛耕田 涂翻出来 有一些蚯蚓小虫啊 鸟啊 一些的就飞下来吃了 所以这样子落落强食 看到世间 老啊 病啊 死啊 忧愁苦恼啊 这些呢 怎么样子办呢 要怎么样子彻底来解决呢 所以呢 所以呢 释迦摩尼佛 生起呢 无限的悲悯心 他想要去追求一个真理 因此他放弃做国王的这个荣耀去出家了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知道释迦摩尼佛出家的动机就是大悲心 他这个出家的动机呢 就是大悲心 就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呢 尊敬他 恭敬他 皈依他 跟他学习 那释迦摩尼佛他出家修苦行 后来觉得苦行也不是正物真理的正确方法 所以在书下呢 他在静坐思考人 为什么这么多的老病死 这样子想一想 经过呢 他想透了以后才发现 因为出生在人间 所以呢 才会有老病死 他不断地从这个果追这个因 那么为什么会出生 因为我们过去生的行为留下了痕迹 就是我们的记忆体 这种能量的状态 佛陀称之为有 就是存在 我们回忆以前曾经发生过什么事 清清楚楚的 所以有存在 但是看不见 所以佛陀呢 把这个东西叫做有 后来佛教慢慢的 整千年过后啊 又特别探讨心理的状态的 就为世中呢 就把它列为阿赖耶士 阿赖耶士呢 他就是收集 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的身体行为 一元行为 心念的行为 这样子累积以后 到了死了 肉体统统坏了 这个东西呢 这个能量的东西 就要去投靠另外一个肉体了 当然呢 如果一生行善积德 生到天堂 那就不借助母胎了 就直接叫做化生了 如果出生在人间 那就是胎生了 所以这个佛陀呢 他这种大慈大悲啊 这种精神 他证悟以后 四十多年来呢 他真的是没有休息过 恒河两岸 整个全印度 他当时呢 都是靠走路的 这样子到处去宣扬佛法 他慢慢的 就是有了很多的出家的弟子 最先是吴比丘啦 后来这些木剑人啊 摄利佛啦 大家瑟啦等等 弟子很多很多 那么讲的四圣地 所以佛法生三宝俱主 那从释迦牟尼佛一生呢 他在弘扬佛法 就是这个大悲心啊 大悲心呢 他开始的时候 是挤发菩提心 但是菩提心呢 证悟真理以后 所有的行为 就是帮忙众生 救度众生 令众生离苦得了 这种心 还是大悲心 所以呢 从开始 以大悲心 挤发 我们要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然后呢 证悟以后呢 又是一路来 以大悲心 普及一切众生 所以大悲心 是寻抚最重要的 有了大悲心的因缘 才发的菩提心 有了菩提心呢 然后呢 我们还要一个空性的智慧 简单的说 要照进五云皆空 照进五云皆空 才会人我平等 才没有分别心 才能够怨亲平等的 来度化众生 那么所以呢 这个菩提心呢 我们要非常的重视 因为有菩提心呢 强很坚强 那我们就可以不断的 向上学一切法 向下度一些众生 这个菩提心要坚固 就是说呢 假使热铁轮 鱼汝顶上旋 中部为此苦 退失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呢 就是要普及一切众生 像金刚经的佛陀 跟西菩提所说的 就是说 还一切众生之类啊 若卵生 若胎生 若失生 若发生 若有色若无色 若有想若无想 若会有想 若会有想 我皆另入五云皆空而灭度之 这一种呢 是大悲心 但是要保持 要硬如是住 若是强无其心 这个就是保持 这个心呢 又是大悲心 又是菩提心 好 那所以呢 在菩提心 第四这一节啊 讲这个道理啊 给大家参考 希望呢 能够增强 大家的菩提心愿 福费增长 福费圆满 谢谢大家